主席 那个各位 我们民众党在这边 对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国土计划版的这个修正做个说明 我们这边的这次的修正比较简单 最主要是针对第45条 所规定的这个时限 这个时间 因为我们目前的话在这个 就是全国的这边的话 是这个法实施后的两年 然后原来的这个条文的话 是在再两年之后 要这个就是有这个 县市的这个国土计划 然后再两年呢 是整个功能分区 所以其实原来的这个制度 就是222 那民众党这边的版本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 现在已经有这个全国的之后了 那其实就是到今年4月30号 应该要有这个 全国县市的这个国土计划 那个能够被出来 那当然现在看起来时间上 有点脸不足 所以我们愿意说给多一年的这个弹性 就是说 等于说在这个45条这边修法里面 就是说在县市的这个国土计划 公告实施的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在实施后的三年 等于说其实就也是算是从今年再多延一年的意思 就是说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 虽然据今天的这个资讯 全国各县市自己的那个国土县市计划 虽然已经爆了 都已经爆到内政部 但是内政部还是要经过他们的这个专案小组会议 还有这个最后的审查大会 那是不是这能够完全在这一年 就是4月30号之前 全部这个做好 可能还有一点点时间上的不足 那我们也愿意说给予一年的弹性 那所以就等于说 把这个45条 原来的这个法条是222的这个年限 我们修成232这样子一个年限 好那其他的话 我们就没有动任何的这个条文 那尤其是争议最大的像15条等等 这些我们大概都表示不支持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只有在第45条 在时间的这个限制上就是 就是 所以主要就是 那个县市的国土计划 我们本来两年之后 就到今年4月30号 那我们现在让他可以多一年 那可以到明年的4月30号 好那大概这是我们这个民众党 所提的这个修法版本 好大概以上先向大家报告一下 谢谢 谢谢我们张委员 接着我们请林淑芬 林委员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